我們要現場來測試一下 先從少年開始好不好 好 少年 這個有顧客打電話給你 是抱怨說你們的產品有問題 我們假設這個產品是車子 好不好 客服員必須常常面對 客戶的各種狀況 而少年和蕾蕾遇到問題 能對答如流嗎 接電話啊 你好 你已經有角色了是不是 對 你好 我們這邊是 車子很爛的車公司 什麼東西 你們是什麼公司 我們是車子很爛的汽車公司 你們車子真的很爛 是嗎 超爛的 先生 不好意思 關於哪方面的問題呢 可能是離合器的部分 還是影音的部分 不是離合器的部分 是烤漆的部分 烤漆的部分烤得不好嗎 那真的很不好 因為我本來想要一台 粉紅色的一台 很可愛的車子 但是為什麼來的是桃紅色的 我覺得那是桃紅色 先生覺得我們在當初 在跟您對顏色的時候 是不是有看錯 你覺得我是色盲嗎 不是 我幫您調一下資料好嗎 我幫您調一下資料 先生 我們這邊顯示 您是當初要 叫HELLO KITTY的紅色 那我們 粉紅色 HELLO KITTY是粉紅色 你 這麼難過 他們在扣你 我要替HELLO KITTY 扣你 是 對不起 抱歉 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中的是那個 台灣限定版的 所以是用桃紅色的 HELLO KITTY的顏色 你可以檢查 您後面後車廂的底下 有寫HELLO KITTY這幾個字 是台灣限定版嗎 對 對 是台灣限定 你去夜市看 那HELLO KITTY都是這個顏色 那這有什麼好 太扣了 我要在幹什麼 我現在這部分的話 我可以再幫你調一下資料 我要日本原裝的 你要日本原裝的 對 那我們可能要送到日本去烤漆 那我請專員 去那邊幫您簽車好嗎 好 把我的車子簽到日本去 然後烤漆跑完就再還我 對 對 對 需要額外付費嗎 不用這個部分 讓我們公司全額吸收 真的嗎 對 這顯示我們品牌的保障 還不錯 那你晚上有空嗎 喂 你看 就直接挑到一個 還滿負責任的感覺 可是他剛剛答應的那些事情 只是他假設 對不對 林先生 如果說 老闆並不吸收那些費用的話 其實我剛好就是 少年有提出幾個 克服應該要去避免的點 當然我覺得他的態度成本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 讓客人 讓客人覺得非常的有趣 我覺得這也是很重要的 有一個互動 那我們先講 有些不應該講的地方 就是說 例如說 其實080人員 其實他有很重要的天使 就是把訊息確實傳遞 那他不見得要在現場做決定 所以剛剛你有提到說 Hello Kitty 要送到日本去烤漆 我覺得這個 如果做得到可以做的 但是我建議說 其實如果是我的話 接到這個 就是Kent的電話 我就會說 先生 那這個我們來了解一下 那我們馬上拍一個 我們地區的專員 到您身邊 我們把車子的部分 詳細了解一下 那後續的處理 我們在明天 再跟您進行一個回應 其實客服人也有一個 很重要的點是 因為沒有人看過車子 那個年輕人沒看過車子 你也不知道怎麼樣 可是如果以這個個案來講 我覺得有第二個因素 我們要去了解的 是有可能有潛在因素 他可能不是抱怨 真的車子的因素 他可能還有因為什麼 期末 期末可能 可能有啦 但是也有可能是其他因素 但是另外一點 有可能是不是 他可能在構車的時候不愉快 或者他跟消費者 消費者之間有什麼糾紛 其實他是有時候 所以有時候那個 就像剝洋蔥一樣 你要把洋蔥裡面剝開 才會看到真相 好 接下來呢 蕾蕾來試一下這個客服 那就 好 接下來呢 蕾蕾來試一下這個客服 那就 好不好 也是車子嗎 車子嘛 好 預備 好 預備 大學生 汽車公司 您好 我是專員 陳小姐 很高興為您服務 喂 陳小姐 他們 好 妳好 我跟妳說啦 我跟妳買那個車子乖乖 請問神經貴姓 神經貴姓 你就是要動物人來神經貴姓 請問先生貴姓 我姓蘇啦 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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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妳好 對啦 蘇 蘇啦 請問妳有什麼問題 我跟妳說啦 妳的車子乖乖 我才叫說囉 對 我這樣開開了 怎麼讓人上升 今天很乖 妳什麼高速公路讓人上升 對啊 請問一下 那個高速公路 它有限速嗎 有啊 當然也有啊 百餘而已 百餘喔 那當初妳讓人上升是什麼 速度 速度是什麼 速度 是 是什麼速 在什麼 時速下飛 當時 我沒開啦 快啦 差不多百九那 對啊 這樣喔 這樣實在我跟妳說 那個高速公路有說 他說 百餘是限速最高嘛 那個駕照上有說啊 那個烤駕照的時候 他說 妳不可以超過 20嗎 還是10 所以說妳超過120 妳就會被拍照了啦 這樣妳開太快 慢慢開啊 這樣這麼安全耶 妳現在是在 不是 妳 技術太好 技術 技術 有夠好 但有說 妳當初 如果車子有 沒有 車子喔 有啊 我兩個人都在車子啊 有啊 這樣妳要小一點 小一點開車的 小一點 開車小一點 大大一點 小一點 因為 他們兩個水母的安全 都在妳手頭頂耶 妳這樣 開車的 沒... 沒頭好弄到 這樣 他們很危險耶 不要 好啦 妳是我自己的問題就對了 好啦 謝謝 好 好 請問一下邱總監 蕾蕾像這樣的話 其實客服人員是不是國台語 甚至客語 一般來說其實宇文的要求 那他是不夠輪轉啦 但是我是覺得 他真的已經是非常盡力的一個人 至少態度是成群 對 態度滿好的 他態度是想解決問題 對 對不對 那最後是不是請三位來賓也給我們一些建議 包括這個 入到這個 真的要請進入社會工作的時候 有哪些要特別注意的 林晶賢 我們先從那個客服來講 剛其實以蕾蕾的這個情形來講 其實敬業精神是很重要 很敬業 那另外一點是 其實我們如果在工作場 遇到挫折或困難 其實你有你的同事 舉個例子 我們國台語啊 不可能雙聲啊 三聲道啊 其實你可以請 說我可以轉接給我其他的同事 我來幫他服務 其實他的感受會更好 那另外一點是說 可能在就業的裡面 如果說從事客服人 有一些風險性的用 你不要用 例如說 我舉個例子 請稍等 我們來取代 請稍後 因為請稍後 花音不准變請稍後 所以說 他有些風險性的用語 這樣去避免他 這樣可以避免一些機會 那另外你在職場裡面就是 有前輩 我們要尊重前輩 前輩會告訴我們一些好的點 我想就是說 在職場的就業 有這些點需要注意 那美人魚的建議是 你一定要能夠承受 失敗的這個東西 如果你失敗了 你不要灰心 你把你的失敗跟挫折 當作是你的經驗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不要一失敗之後 我不適合做業務 回家吃自己 記得以後 你們遇到任何的問題之後 一定要去想辦法解決 從失敗當中學取經驗 真的 好 要能夠有這個很高的挫折容忍度 是 劉上銘要給大家的建議是 我覺得是 不管你賣什麼東西 賣出去之後的售後服務都要做好 這樣人家才會來跟你買第二次第三次 所以今天三位專家 真的提醒大家這個很多 那同時呢 如果真的找不到工作 就趕快巴住我們邱總監 是 好不好 他逃路真的很多 好 再一次謝謝我們四位來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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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見 拜拜 最夯的校园音乐鼓赛 明晚十一点 大学生了没